搭飛機也可以上網 甚至可以發手機簡訊 華航跟長榮分別引進了新客機 以後在高空上 要使用手機或電腦 可以付費使用Wi-Fi 每個小時大約300元起跳 把握等飛機的時間 趕快上網 把該聯絡的事情聯絡好 以後要搭飛機不必這麼趕了 長榮6月起飛北美的 新波音777300ER客機 在2萬英尺高空 就可以付費使用Wi-Fi 智慧型手機 平板 還有筆電 都可以上網 空中打卡也沒問題 手機或電腦沒電了 還可以在座位的下方直接充電 不只長榮新機引進上網新服務 華航9月的新客機 也同樣可以Wi-Fi上網 費率分成1小時 3小時 還有24小時 長榮大約360起跳 華航大概300元 可以再少一點吧 300塊好像有點貴 如果是工作的話 就是還滿方便的 那如果是一般 就是只是單純去玩的 就沒有到想要去用這個東西 雖然高空上網很方便 但一聽到價格 民眾第一個反應都覺得有點貴 事實上早期華航也推行過機上上網 但因為速度緩慢而退出市場 如今兩家航空公司都推出新服務 就看能不能吸引消費者的青睞了 記者李正午郭峻林台北報導